马来同胞都非常的反感 马来同胞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每一样起价通货膨胀 肌肉也买不到 那个这个油也起价等等 所以现在肯定如果举行大选的话 对国政对政府也不利 所以我们意料 他不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月减三合会 他要等什么 他要等到十月份 要公布这个财政预算案 财政预算案希望就是能够派糖果 派到大家爽了 以为政府很好 政府很多糖果派 政府很多钱派 派了过后 以为人民送到一些好处的时候 就重新会投给他 国人的选民已经回流给马华了 所以火箭下一次大选 会惨败 所以现在你做秘书长 你就要吃死猫 你要点那个油包我 为什么你这么笨 但是我告诉他们 我们做行动党的党员 做行动党的领袖 他脾气都一点怪 都是一点怪人的人 因为我们 最要证明就是 当人家看不起我们的时候 当人家觉得我们没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证明 他们是错的 更加要证明 我们能够站起来了 并且要证明我们可以成立 2018年虽然我们成功 改朝换代 但是因为两年后 有这个起来的政变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已经很受欢 悬疗你们 但是有一些是跳槽 并且有一些政治人物是情话 但是要看清楚 哪一个政党 看清楚哪一个政治领袖 行动党的可以保证 我们可以信得过 因为2018年 我们有42个国务员 包括在沙巴 包括在沙拉越的国务员 到今天为止 42个没有一个跳槽 42个保持在民主行动里面 我真正要非常感谢大家 在2018年大选时 也小弟大量的支持 热烈的支持 让小弟在上届大选 破级录 过了马来西亚大选选期 得到最大的多数票选期 106903票 谢谢大家的支持 国政 这一次15届大选 他要很早就15届大选 为什么 因为他几本杀铁 不要去苏外部落吃赶铃饭 他要回去不下家要做办法 我跟你讲 国政的稳定 他后面的 后面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不介绍有一个 我不介绍不到 但是我知道这个不介绍 有一个计划叫做 文乱奖底部 各位 西蒙的时代 1kg的鸡肉卖5块球 到了现在的时代 我们的国盟政府 我们的国政政府讲说 鸡肉新的底价 1kg不超过15块 西蒙执政22个月 他们讲说我们是 Garachian Gaga 我讲说 如果今天我们普通市民老百姓 真的是买不起鸡肉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 Garachian Super Gaga 大家说对不对 各位 神经病 神经病